在台湾的中心地带 南投医院用一种非凡的举动 庆祝了今年的医师节 每位医生都收到了一台全新的iPhone 16 这是对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 及之后unwavering commitment的感谢 这个年度传统在今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反映了医院对其医务人员的深深敬意 这是对他们牺牲的具体表达 也是医院与社区之间持久连接的证明 礼品赠送仪式上充满了笑容和欢呼声 为医疗保健领域的挑战时刻 带来了一丝轻松愉快的喜悦 医生们表达了他们的感激和惊喜 感谢医院对他们福祉的承诺 这些iPhone不仅仅是礼物 他们是医院对员工投资 和致力于为员工提供提供卓越护理所需工具的象征 今年的医师节 南投医院的庆祝活动格外特别 医院的管理层决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 每位医生都收到了最新款的iPhone 16 这不仅仅是一份礼物 更是一种对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可 这些医生在新冠疫情期间 无论是面对病毒的威胁 还是长时间的工作压力 都展现出了无比的坚韧和奉献精神 在礼品赠送仪式上 医院的院长发表了感人的讲话 他提到 这些iPhone 16不仅仅是科技产品 更是医院对医生们辛勤工作的感谢 和对未来的期许 医生们在医生上也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许多人表示 这份礼物让他们感到被重视和被认可 这将激励他们在未来继续为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礼品赠送 更是医院与医生之间深厚情感的体现 医院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每一位医生都感受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 是值得的 并且医院会一直支持他们 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和资源 这些iPhone 16 象征着医院对医生们的信任和期望 也代表着医院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新冠疫情给全球的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南投医院也不例外 该医院位于农村地区成为社区的生命线 在恐惧和不确定性蔓延的时期提供关键的照护和支持 医生和护士不知疲倦的工作 长时间工作并面临着个人风险 以确保患者的健康和安全 医院决定向其医生赠送iPhone 是对他们在疫情期间英勇努力的直接回应 这是一种承认他们做出的个人牺牲 他们长时间工作 以及疫情对他们造成的情感影响的方式 这些iPhone是对他们 unwavering commitment的一点点感谢 南投医院对员工的承诺超越了物质上的感谢 医院已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以改善其设施和支持系统 为其医疗专业人员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这包括升级医疗设备 扩建医院侧椅 以及实施新技术以加强患者护理 医院认识到 投资基础设施 对于吸引和留住顶尖医疗人才 至关重要 通过创建一个先进的设施 南投医院的目标 是成为吸引熟练医生和护士的此时 确保社区在未来几年内 都能获得最好的医疗保健 农村医院在招聘和留住医生方面 经常面临独特的挑战 大城市的诱惑 以及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机会 可能难以抗拒 南投医院了解这些挑战 并正在积极创造一个对其医务人员来说 既有职业成就感 又能在个人生活中得到满足的工作环境 医院为解决农村医生短缺问题 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激励 它们包括创造一个支持性和协作性的工作环境 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 并在员工中培养强烈的社区意识 通过满足在农村地区工作的医生的独特需求 南投医院的目标是成为面临类似挑战的 其他农村医院的典范 这些努力还包括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 以便医生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此外,医院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让医生和当地居民建立更深厚的联系 南投医院相信通过这些综合措施 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医生来到农村地区 还能够留住他们 让他们在这里找到长期的职业发展机会 这种全方位的支持系统不仅有助于医生的专业成长 还能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从而使他们更愿意在农村地区长期服务 南投医院的成功经验 可以为其他面临同样困境的农村医院提供宝贵的借鉴 帮助他们共同应对医生短缺的挑战 南投医院的医生们对医院的慷慨表示感谢 并肯定了这一举措的意义 医院资深医师林医师分享道 这份礼物提醒我们 我们的辛勤工作得到了赞赏 尤其是在经历了艰难的几年后 他激励我们继续全心全意为社区服务 最近加入医院的年轻医生陈医师补充说 医院对我们福祉的承诺 让我感到自己受到重视和支持 他坚定了我选择在农村地区工作 并为这里的人们的生活带来改变的决心 这些观点突出了医院的行动 对其医务人员的士气和积极性产生的积极影响 医院的管理层也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 强调了团队合作和共同努力的重要性 院长王医师表示 我们的医院是一个大家庭 每一位成员的努力和奉献都是我们成功的基石 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 这些话语不仅反映了医院对其员工的重视 也展示了他们对患者的承诺 医院的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医务人员的士气 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凝聚力 让他们更加团结一致的为社区服务 这种感恩和奉献的精神 将继续激励南投医院的每一位成员 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 并为社区的健康和福祉做出贡献 南投医院医师节庆祝活动的故事 在当地社区引起了强烈共鸣 人们对医院自立于他们的健康和福祉表示赞赏 认识到医院在他们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地企业通过向医院员工提供折扣和特别促销活动来表示支持 社区的亲力支持证明了医院与其服务人群之间存在的牢固纽带 它突出了医疗保健在农村地区的重要性 以及医治敬业的医疗专业人员团队对普通人生活的深远影响 南投医院对其医务人员的承诺不仅仅是为了今天 而是为了为未来建立更强大的医疗保健体系 通过投资于其设施技术 最重要的是 投资于其员工 医院正在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社区奠定基础 医院为吸引和留住顶尖医疗人才所做的努力 将对社区产生持久的影响 通过为年轻医生提供在支持性环境中学习 成长和服务的机会 南投医院正在确保社区在未来许多年 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第八部分 腹地希望的灯塔 南投医院的故事是农村医疗保健的希望灯塔 他表明 即使面临挑战 也有可能创造一个吸引和留住优秀医疗专业人员的工作环境 通过优先考虑员工的福祉 并投资于医疗保健的未来 医院正在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医院致力于创新 社区参与和员工福祉 的词 大语 谢谢观看